拿着戒指和鲜花 冲到我面前向我求婚 这样 胃伤一定会吃醋 然后你就趁机激将 逼他跟我求婚 人呐 怎么回事 还没看好 马上 限你五分钟到达战场 不然就永远不用出现了 再来 晓菱 那个人叫你的 是 是 什么 陆晓菱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 亲爱的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我这辈子 可能也就这样了吧 回家吧 雨薇 以后见到爸爸 我们要秀什么呀 爸爸 我好想你 妈妈也想你了 你跟妈妈回家吧 那要是爸爸不回家怎么办呢 那我就这样 杨哥 要买花吗 要哪个 我喜欢这个 来 雨薇 请问是微信支付吗 微信支付 好 你们早 谢谢啊 谢谢杨哥 思雨姐 她什么时候这么慌慌张张的 监察部让你去她的会议室 赶紧 你等我一下 刘洋是吧 坐 我们先后接到大岳集团和桑克集团的实名举报 共同反映这次招标涉嫌寻思舞弊 今天我们特地来进行调查 李小姐 请问你和刘洋是什么关系 是我表麦夫 在这次的招标过程中 她有没有向你透露 评标标准的专家的情况 这件事我从来没做过 发展的邮箱也不是我呢 你们可去调查 这个邮件你还记得吧 开标之前 我的确收到过这份邮件 还没结束呢 没呢 但是我立刻删除了 而且我没有联系过这个名单上的任何一位专家 这个你们可以调查 那这封邮件 是刘洋发给你的吗 我不知道 发件人我不认识 那你觉得 这封邮件是谁发给你的 我不知道 你和刘洋是什么关系 对 他是我领导 除此之外呢 我 我只是个实习生 他 他说什么我都是我听他的 我想起来了 刘洋说过他有一个表姐 是不是李思雨 好 说再具体一点 李小姐 这个签名是你的吧 是 你收到专家名单的第二天 你就去了医院缴的费 又过了两天 预保中标 老人家心脏病突发 我交钱是为了救命 这跟招标没有任何关系 这顶多就算是亲友之间的互助 我 整个招标过程中 我们绿宝以及我没有做任何 违法违规的事情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违规的事情